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我家垃圾桶通古代》 作者 谭剑听传 演播 西瓜的圆 小盐 后期 胆小鬼 第六十七集 韩彬 果然不辜负他自己的努力 第二天就能够成功击倒木棍 韩诺于是教他第二招开足长拳 几天后 韩诺在地上画了八八六十四个脚印 让熊孩子照着脚印走和跑 如此 熊孩子虽然没有练出铃波微步 但速度却比平常人提高了许多 他如果坚持练下去 说不定哪天就能练成轻功了 就在韩诺认真教熊孩子的时候 李卫风终于回到了京城 第一件事情自然是进宫去见皇帝 皇帝见到李卫风非常高兴 也不管李卫风是否一路疲惫 抛出当下无法解决的问题 向李卫风寻求解决办法 每五年轮换一次带兵的将领 确实是个办法 帮着将领在军中经营势力 使得军事只能将领不认皇上 不过每个将领都有自己的领兵训练方式 频繁地换将领 怕是军事们不习惯 你说要如何呢 李卫风道 在军中设立政委与指导员的位置 全都是皇上信任的人担任 不掌管兵权 只从事军事的思想教导工作 教导他们忠君爱国 李家大哥将前世军队的职位设置 简化一些告诉给皇帝 皇帝听得双目一彩连连 拍着预案道 皇帝高兴要赐给李家大哥奖励 被李家大哥拒绝了 他如今风头出的太多 不想再出风头招人恨了 皇帝想想答应了李家大哥 甚至将改革军队的事情 交给另一个心腹去办 将李家大哥从这件事情中摘除 不过李家大哥的功绩 被皇帝暗暗地记在心中 想着等什么时候不招眼了 再补偿赏赐李家大哥 这次科考 朕想为考生们做一些事情 让他们能够安心考试 朝臣们提了许多建议 朕让人整理了一份 你看看可有补充的 皇帝将一个册子交给李家大哥 李家大哥仔细翻看 册子上写得很琐碎 也很实用 可见皇帝和朝中官员 非常重视这次科举和取士 册子中提到 春围的时候多放炭火 为世子们保暖 秋围多放冰盆 给世子们降温 考场中被常用药材和两位大夫 用艾草熏走蚊虫 考场的房子进行整修 茅房修到最角落的地方 远离号房 并有专人每天进行打扫 减少异味 考场提供热水和免费茶水 每个人一顿两个馒头 虽然有钱人家的世子 绝对不会吃 但对家境不好的世子来说 则为他们解决了大问题 诸如此类 怎样 可有补充 皇帝问道 很详细 臣实在想不出什么可以补充的 李家大哥将册子奉还给皇帝 皇帝道 卫风啊 真感觉你有未尽之语啊 李卫风感叹皇帝的敏锐 将自己脑袋里冒出的想法说了出来 皇上可在京城以及每一周的省城各建一座图书馆 收集成立各种书籍资料 提供给学子们免费阅读 皇帝大感兴趣 何为图书馆啊 李卫风给皇帝详细讲述了图书馆为何物 以及管理介约制度 其实图书馆早在公元三千年就出现了 巴比文的神庙中就收藏着有刻在焦尼板上的各类记载 而最早的图书馆是希腊神庙的藏书之所 和附属于希腊哲学院的藏书之所 以及亚述巴巴尼国王建立的古埃及尼尼威图书馆 华夏其实很早就有图书馆了 只不过不叫这个名字 而是称为府、阁、冠、台、殿、院、堂、斋、楼 如西州的蒙府 两汉的石区阁 东冠和兰台 隋朝的官文殿 宋朝的崇文院 明代的诞生堂 清朝的四库全书七阁等等 不过 这些都是为皇室和贵族服务的 对平民不开发 皇帝听了图书馆的讲解 拍案叫决 好 好主意 我立刻安排人去办 李家大哥再见一道 皇上可收集前几次科考的题目 和优秀答卷整理政策 放到图书馆中 为世子们做参考 皇帝文言高兴坏了 汇丰啊 你的才华堪比张子房啊 军事才能堪比韩姓 朕和姬有信能得你辅助 李能将大周治理的繁荣富强 开创出前所未有的盛事 李家大哥装作激动地回应皇帝 心许平静无比 李玄宗是个明君 但即使是明君也是皇帝 皇帝的话只能欠一分 不幸看看李世民和魏征 好一个君臣相得 但魏征死后呢 李世民又是怎么对待魏征的尸骨 和他的家人呢 离开皇宫 李家大哥觉得 比打了一场仗都累 想到以后都要过这种生活 李家大哥不由苦笑 回到自己的将军府中 也不梳洗休息 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慈纲 与未婚妻视频通话 寻求安慰 韩诺看着自家男友那副 宝宝委屈 但宝宝不哭的表情 不由好笑 但却又很心疼 身手透过纲底 抚摸男朋友的脸 可惜摸不到 我们努力让慈纲升级 等到慈纲能通人了 你就离开那个世界 不伺候那位皇上了 李卫风满足地嗡了一声 未婚妻心疼自己了 哎呀 好开心 疲惫度消失了 哎 不过 你走了之后 皇帝会不会 对周乐义书 和子夏他们不利啊 韩诺想到 迁怒这个词 李卫风想了想 道 应该不会 这个皇帝还算心胸宽大 不会做出迁怒的事情 皇帝的心思可难说 前期英明后期会用的皇帝不少啊 像李隆基和康熙 表面心胸开阔 实际 雅兹必报也不少啊 比如李世民 你还是不要期待皇帝的宽容了 等到要离开的时候 把周乐他们也带过来吧 韩诺提议道 李卫风摇了摇头 只怕他们不愿意离开 韩诺明白 古人大多故土难离 何况去一个未知的世界 李周乐他们虽然经历了慈刚事件 但这另一个世界 还是有着畏惧和害怕的吧 那就只能委屈你了 韩诺心疼的道 李卫风笑了 道 每天有你安慰我心疼我 我就不委屈了 韩诺白了他一眼 嘴里却道 你不委屈 我还是心疼 你现在的个人武力是不错 但还是要越强越好啊 下回我写一个修真世界的故事 我们去学修真功法 李卫风听了兴奋 好啊 修真呢 我早就想尝试了 你看我们是去朱仙的世界 还是凡人修真的世界 都不要 凡人修真 李卫风看过 韩诺没有看过 根本写不出同人 至于朱仙 韩诺觉得无从下笔 他喜欢的角色是陆雪奇 若是写同人 肯定不会偏向陆雪奇 黑碧瑶 但喜欢碧瑶的人更多 为了不被碧瑶粉们砸臭鸡蛋 韩诺绝对不要汤雷 想到碧瑶 韩诺又想起另外一个姓碧的女人 这个女人可以随便黑 喜欢她的几乎没有 而且 她所在的世界 虽然依然属于武侠世界 但四大奇书据说 修炼到最后可以破碎虚空 且其中的长生诀 据说是广成字留下来的修仙功法 只不过 没有人看明白上面的意思 才被当作了武功心法 收拢两个文盲 看不懂上面的上古文字 只跟着两幅图学习 亏他们有主角光环照着 没有修出个好歹 反而成了武林高手 换了其他两个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家垃圾桶 通古代 要不 就写个大唐的铜人吧 韩诺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李维峰 李维峰拍手赞成 想当初他追看大唐双龙传的小说 追了好多年 上课的时候都在看小说 结果被班主人给没收了 之所以记忆这么清晰 因为那几本小说 是他打工了一个月的工资换来的 不是盗版 是正版 据说长生诀上面的字 是某个时候的字 我们两个都不认得 请 靠你了 韩诺给自己揽了个重任 差点撂挑子 想不写大唐铜人了 不过 面对男友浊浊 充满期待的目光 他默默地 抛弃了这个想法 不就是学甲骨文吗 本姑娘学了 于是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韩诺忙碌无比 一边完结倚天铜人 一边学习甲骨文 花了十天的功夫 完结了倚天铜人 甲骨文也基本掌握了 写菜 亲 倚天铜人完结了 你下一步想好写什么了吗 一诺千金 想好了 这次写大唐双龙的铜人 写菜 主角是谁啊 原创的还是本来就有的人物啊 一诺千金 本来就有的人物啊 宋师道和商秀巡 雪菜 这一对很少人写啊 一诺千金 正因为没有人写 我才写啊 雪菜 鼓掌 主要讲什么 一诺千金 嗯 宋师道和商秀巡 都是穿越重生的 在以前的世界 就是一对 雪菜 哈 双重生啊 一诺千金 怎么 不行啊 雪菜 行 这是双竹线吧 有些不好行 一诺千金 大唐原本还是双竹线呢 放心 我不会写崩的 雪菜 我相信你啊 继续啊 一诺千金 嗯 男人嘛 都有一个称霸天下的梦想 宋师道也不例外 不过 他性格沉稳低调 不会高调地介入剧情中 他看过原著 便一早制定了计划 先将扣钟推到前台 等扣钟要缩了的时候 再接手其势力 玉礼市民一决高下 雪菜 嗯 女主呢 一诺千金 这是一篇偏男主文 女主出来的时候不多 他主要是协助宋师道 雪菜 那你 还不如发在男品上呢 一诺千金 哎 你说的 那我去男品了 雪菜 哎 回来 你敢去男品 我就 我就 一诺千金 哼 你就用面条上吊 雪菜 你这个没良心的冤家 竟然诅咒我死啊 一诺千金 乖 不哭了 我不诅咒你死 也不去男品 行了吧 雪菜 哼 你说的 一诺千金 嗯 我说的 雪菜 傲 小诺子 继续讲吧 一诺千金 宋师道 在夺取天下之前 除了暗中 培养人手 便是提高 本身的武力 你知道 在那个世界 个人武力 也非常重要啊 连李渊 都是一个高手呢 宋师道 于宇文化级之前 从石龙那里 偷得了长生诀 复制了一份 豪放回去 因此 天下间 除了他和商秀巡 没有人知道 除了双龙 宋师道 也练了长生诀 而且 宋师道练的 不是武功 而是上面的 修仙功法 长生诀 本来就是修仙功法 因为后来人 认不得上面的 远古文字 才将其 当成了武功秘籍 商秀巡 正好认识 甲骨文 帮宋师道 进行了翻译 两个人一起修炼 修真高于武功 在剧情开始前 两个人 全部到了 练器大圆满 相当于 大宗师巅峰 两个人并不满足 携手闯了 刘马平原 获得了战神屠戮 双双感悟助击 实力 相当于武者的 破碎虚空啊 雪菜 哇 金手指好大 一诺千金 武力强大后 宋师道和商秀巡 就开始涉入到 争夺天下中去了 前期呢 他们都很低调 和石碧和邪地舍离 对他们运气不大 全部放弃了 但实际上 不管是双龙身边 还是礼发之中 全部都有他们的人 靠中 因为宋于智 和徐子凌的影响 想要放弃玉利市民 争夺天下时 宋师道第一时间 就夺了寇仲的权 这个时候 他方才显露了争宁 宋缺和寇仲 宋于智才知道 原来他们的儿子 他们的兄长 如此的身谋远虑 如此强大 揭探看走了眼 商秀寻作为宋于智的嫂子 狠狠地批驳了宋于智 所谓不想看到生灵涂炭 让寇仲放弃争夺天下的思想 这简直就是放下涂刀 将自己的脖子送到别人刀下嘛 做皇帝的 能够允许别的势力共存吗 宋家筹备了几十年 却因为他这个二小姐不喜欢 不能成事 很可能最后还要消散 即便他是宋缺的女儿 宋家其他人 也不可能不满 血菜 然后呢 一诺千金 然后就是 宋师道战胜了李世民 统一天下 成了皇帝 一系列的改革 让皇家越来越兴盛繁荣 再然后呢 他们将皇位让给自己的儿子 一边游历天下一边修炼 最后双双结成金丹 离开了这个世界 血菜 啊 那么简单 就战胜了李世民 一诺千金 别忘了 礼法中有宋师道的人 而且宋师道前世是特种兵 精通古代和现代的兵法 雪菜 哦 摸下巴 你以前的男朋友就是特种兵吧 你不会 是你 以你那男朋友为主角来写的吧 一诺千金 聪明 答对没讲 雪菜 我对你的佩服 我对你的佩服 如同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啊 一诺千金 嗯 你的佩服 我接受了 雪菜 好好写啊 我期待你的新闻哦 一诺千金 OK 诺诺 出来吃饭了 寒妈的叫声 传进房间 寒诺跟编辑说拜拜 吓了QQ 走出房间 嗯 好香 梗米做的饭 就是比普通米香 寒诺 嗅着空气中的米饭香说的 自从将毕梗米的种子 交给七表舅种之后 七表舅无比感谢他们一家人 又亲自送来了五百斤的梗米 够他们吃一年了 因此 除了早上用毕梗米做饭熬粥外 剩下两顿 全都吃的是梗米饭 甚至 在送熊孩子回家时 寒妈还让寒诺 背了五十斤 给熊孩子的家里 寒爸给寒诺盛了一碗米饭 家里的梗米太多了 放久了要生虫子 等会儿给你儿姑家 送五十斤过去 哼 叶三 寒诺行了个童子军礼 哼 别调皮了 快进厨房把汤端出来 寒妈走出厨房 手里端着一盘鱼 和一碟子青菜 寒诺赶紧遵照母上大人的吩咐 进厨房端汤 大骨头炖玉米汤 不但美味 而且意气不血 声音增随 玉米含烟酸 泛酸 氨基酸 生物素 多种元素和维生素 能养脾健胃 沥水通便 吃完午饭 还诺用布袋装了五十斤梗米 坐车前去韩尔姑家 两家人经常护送东西 根本就不会见外 韩尔姑开心地收下梗米 这东西养身着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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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